还有台北市议员接获民众的澄清 说在台北市万华区的一间洗肾中心 未经卫生局的同意 新次的当民众来做新冠肺炎的筛检 甚至有两个人在筛出阳性之后 这间洗肾中心就直接请他们回家 不准他们再来了 也没有向卫生局通报 对此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跟北市卫生局表示还在了解状况 但如果有涉及隐秘疫情 可以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开罚 6到30万人的罚金 而目前这间洗肾中心经过消毒 仍然是继续的营业 但是面对到底有没有私下来做 这个新冠筛检呢 则是没有回应 随着疫情升温 越来越多医疗院所参与快筛 但却传出台北市万华区 有民间洗肾中心 私自帮民众做新冠肺炎的快筛 在没有经过卫生局核准下 就在诊所内进行快筛 有没有做进一步PCR的检测 有没有来进行通报 都是一个问号 洗肾中心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为了要保护患者 卫生局也要赶快来协助建立起一个规范 议员接到民众陈勤也吓坏了 连夜通报是政府 据洗肾者家属转述 当天有一个民众到这家洗肾中心洗肾 结束后返家 洗肾中心却打电话告诉他 当天有另一名洗肾者快筛阳性 叫他回来筛检 结果也是阳性 洗肾中心就让筛检者回家 并没有通报卫生局 这部分我已经请卫生局去调查 应该会有后续的调查结果 之后再跟大家报告 求证北市卫生局得到的回应 依旧是还在确认状况 而据了解 目前洗肾中心虽然已经经过消毒 但还是持续营运当中 我现在到入定了 我不方便接受访问 谢谢你 所以你们现在还有个营业吗 行政中心低调不愿受访 如果属实 依照传染病防治法 隐匿疫情可以开罚6到30万元 只不过医疗中心 本身患者抵抗力就弱 没有按照SOP列管 也优性形成另一个防疫破口 记者复旦迪河荣台北 相当报导 词 molecule 它的 你